这个新来的班主任有点意思 开学第一天上课点名 他特意要求学生介绍家长的职业 在小本子上做好登记 学生家长是理发师 班主任就故意去人家家里做美发 还假惺惺的掏钱负账 家长当然不敢说啊 而班主任马上给理发师的女儿透提 这样一来 理发师的女儿就会在第二天 有一个很好的课堂表现分 家长是维修工 班主任就在半夜打电话 让家长来帮她修台灯 家长担心班主任会刁难自己的孩子 只能一一照做 家长是卖菜的 他就随时打电话 让对方一大早就送新鲜的菜过来 家长为了讨好班主任 不惜连夜排队买最新鲜的蔬菜 有钱有势的家长给班主任送礼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 而穷人家的孩子不能给班主任好处 只能被叫到他家里免费打扫卫生 家长对班主任深恶痛绝 但又担心孩子在学校遭受不公对待 也只能选择居服 校长也知道班主任的作风有问题 但是班主任的后台非常硬 他刚去世的老公是个大官 还有个姐姐在莫斯科 有权有势 就是这些后台 让班主任可以肆无忌惮 有一次班主任讲起他母亲的故事 和课堂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想单纯地炫耀一下 台下的学生不知是谁故意搞怪 大声一叫 班主任恼羞成怒 认定是小卷毛在搞鬼 因为他是班里出了名的导弹鬼 卷毛也有自己的原则 不是他干的事 休想压在他的身上 这彻底惹怒了班主任 卷毛死磕到底 不去就是不去 班主任歇斯底里捶他一顿 回头就告状家长 小卷毛的硬汉老爹 是个摔跤冠军 当即把儿子撂倒 请他吃了一顿皮带肉丝 质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老是被班主任挑刺 小儿子这才说出真相 在班上 只要拍班主任的马屁 就混得很好 如果不拍马屁 就会很惨 卷毛的老爹为人正直 从来不给班主任送礼 这就是卷毛不受班主任代言的原因 老爹这才知道 自己错怪了儿子 他找到班主任的家里 直接把他堵进洗手间 发出警告 我儿子再也不会来 帮你打扫卫生 以此来获得加分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 而不是利用学生 如果你再敢诬陷儿子 有你好果子吃 这波操作着实非常解气 卷毛的老妈就开始紧张起来 如果儿子在学校 被班主任穿小鞋 考不上初中 这该怎么办 难道像他们这样 一辈子吃苦吗 两口子为这事大吵一架 妻子最终认可了丈夫的做法 这个小女孩被班主任委托 让他老爸走私一些蛋糕 去莫斯科 老爸虽说在机场工作 但也只是个小会计而已 老爸根本不敢答应 班主任知道以后 就开始刁难小单 故意给他的考试打低分 连续三次让他不及格 老妈不想影响女儿的学业 于是给班主任做了蛋糕 让老公今天就运走 老公本想请空姐和空少帮忙 可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躲在角落 把蛋糕全部吃掉 然后去找班主任解释 自己只是个数机票的 和那些空姐没半点交情 这事他办不了 班主任听后 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说没关系 可回头就打电话 给小单的老妈 说小单在学校的表现 越来越差 还取消了他的体操训练 从那之后 即便是小单再努力 班主任也不给他表现了机会 而把答题的机会 给了对桌的女生长发妹 因为长发妹的妈妈 帮班主任走私了蛋糕 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 开始瞧不起小单 吃饭的时候 也不忘羞辱他一番 这让小单非常绝望 一时想不开 竟然选择了自寻短见 好在及时发现 送到医院 保住了一条命 班主任是个寡妇 他看上了新学生 小卡的父亲老卡 想让他做自己的老伴 老卡心里是拒绝的 但是他又担心 班主任给儿子穿小鞋 每次都勉为其难的 去班主任家里做客 如果不去 班主任就直接找上门来 连儿子小卡都有点看不下去 班主任对老卡各种套信服 心里巴不得马上得到老卡 但是老卡心里只有妻子 妻子是个顶尖的物理学家 在这里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所以才跑去了莫斯科 老卡也因此受到牵连 找不到工作 班主任想推荐老卡到学校上班 但是老卡心里清楚 班主任作风有大问题 所有家长都受他胁迫 要么帮忙办事 要么帮忙打扫卫生 敢说一个步子 就给他们的孩子穿小鞋 小丹就为此深受其害 差点咨询短见 没了性命 校长再也看不下去 召集所有家长开会 家长可以联名投诉 如果签字的家长过半 就能顺理成章地 赶走这个可恶的班主任 一番讨论以后 现场的家长分成了三种 一种是以硬汉老爹为首的反对派 坚决反对学生和家长 受班主任胁迫 可惜只有四位家长支持他 其中就包括小丹的父母 那些不赞成的家长 却讽刺小丹 那是因为小丹自己智商低 学不进去 不能怪班主任 唯独一个理智的长者 站出来说话 一个老师 怎么能当众说学生智商低 这是对学生最大的伤害 校长也站出来告诉大家 他的手里有小丹的智商检测表 小丹的智商其实很高 又有一些有钱有势的家长表态 这个社会 谁也离不开人情往来 他们给班主任提供帮助 没什么问题 换了其他人有需求 他们也会提供帮助 再说了 学生为老师办事 搞师生关系 这是在提前适应社会 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多数家长都没有自己的主意 他们每天辛苦上班 还要伺候班主任 心里当然不情愿 但是为了孩子又不得不讨好班主任 这样的家长对班主任的态度 往往摇摆不定 就在所有家长争论不休的时候 校长告诉大家 班主任带领的几个班级 成绩是学校里最差的 别的班级有一半的学生生入初中 而这个班主任的班级 只有15%的升学率 一时间大伙都安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只有那些给班主任最多好处的人 才能得到15%的名额 这不是拿学生的前程开玩笑吗 到了最后 那些离开会场的家长又重新折回来 他们纷纷签字 要联名投诉 终于赶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班主任 得知消息的学生 瞬间就沸腾了 这部电影名叫《女老师》 碰上一个好老师 可能会成就一个好学生 而碰上一个坏老师 祸害的一定是一个班的学生 多年后 那个唯一敢和班主任做对的卷毛 成了摔跤教练 老卡的儿子 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 找到了母亲 还考上了斯德格尔摩艺术学院 被那个班主任说智商低的小丹 考进了医科大学 成为了一名知名的神经学家 仍旧在坚持练体操 而那个可恶的班主任 并没有销声匿迹 他凭借自己的关系 继续在很多学校担任老师 每接受一个新班级 都要登记学生父母的职业 想想都觉得可怕呀 那是 都不在买 我们认识 我在买 再到达